哎呦这 约皮因为往右边开啊 这个FTY撞了个阵盘 直接车上下打一个旺仔下来 真是老土匪啊 子弹都被打没了 FTY这个也是飞来横货对吧 莫名其妙的 四个人直接撞过来 没找到还没找到 我猫死了这波 哎呀 还是被95K找到了 还来救吗 给他躲猫猫呢 还要打 救不了了 救不了甚至都打不了 因为你现在人少对吗 站好就行 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有想法 小虎先手将白鲁玛放到 但自己怎么要打 小虎这个血量 我没没啥到 皮个男一个人秃了 这波皮个男 哇他真的炸倒了 单挑快约 打赢的就是两个头 血量上我觉得血量两边打的血量是差不多的 因为渔人本身这个血量就高一点 啊 玉来了 打接力是吧 来回合之啊 哎打赢了 回合 回合之 真回合之 再来一个 下一轮是谁 谁打谁 95K最正12月 12月 既然在房区里面的话 就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因为房区特别好锁 嗯 我现在就往那边大概看着 对吧 你不管从哪出来都特别显眼 是的 走了 RBS还好也已经出现了 RBS我们知道是这次的常规赛老妹比的 所以他在 你可更搞人心态 都挺搞的 你不能一直来 偶尔来的 是 这里 small cc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直接就被埋了一手 但我觉得Ninja跟F7刚才僵持这么久 这个也是不知道的 我发现了 所以感觉DT这波 一波盲人摸像就开始往里面是冲 咱还要来 他们也不知道 FTY也不知道 炸中人又没有提示的 这波确实FTY已经花了很多道具在上面了 这个时候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博亮这个雷为什么雷到了自己啊 是不是没扔进去啊 哎呀 这个工楼瞬间变成了军事 很烧我刚还在 Ska确实狗都不如 是 哦12月被发现了终于 哎呀这万恶的一分给马云龙拿下 走了 李老八 蓝蓝被一枪喷倒 两枪喷倒 再喷 其实这血量虽然很低但是他有这种一 再喷三个 还有谁 快你的高光来了 他听到了 哎呀 这波明明移动速度比较快 我跟你说这波明明是一速快 直接刷的穿出来 我怀疑他带了扇车 天霸现在消息 加油 加油 哦天霸也来了 哇 天霸也来了 对不对 全来了 我把他端了是不是我就是第一名 是不是 抢分了抢分了快抢分了 我迷迷的分 水枪那个急啊哎呀你别送五分了水枪 水枪直接被一梭子了 你还比这把有危难他的分可能不够 我能送他一分 送送一分不行送一成可以 哈哈哈哈 直接抬入下 他端然有天霸 哎呀你在打什么呀兄弟 这把天霸真的给我人看晕了 是的天霸已经被各类梯子头的大哥们找的锤子找 来了呀 来了呀人家没地方去了呀对不对 打一个是温暖还是泼冷水就看这波了 哎呀看样子好像是哎不过倒两个 想拿一分想拿一分 会被k了会被k掉了 哎呀天霸这个浓眉大爷的还在k头 哎呀急呀兄弟急呀天霸好急呀 一打二还还有一点小机会只能说哦但是白龙马被扶起来的话三打一我就觉得天霸 这给他闪比较拉了屁个男 啊就ok 不用的说他被我被抽了 还是打赢了哎呀天霸这一波没了呀 没有拿什么分天霸 那悟空 这把我只能说小九已经尽力了 但是天霸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 是的 所以小九是所有问题的起点是吗 我现在往下推一点吧从卓梁自雷那波开始的起点 哦 阿鹏又 刷起来了 玩鹏在那个北部sml 有车拉过去玩鹏还在啊他在补近点的人啊远点有人在抽兄弟你这个位置好像不太 这也太被动了吧 鹏哥 我给你讲鹏哥站起来一枪头他就等你 真的吗 害 他打中了但是差一枪 但我觉得他如果不去补那个人的话 主播应该不会这么被动的他当在斜坡后面应该就 没事 他怕快乐了快乐了快乐了 快乐了他别人喝口汤好吧 这个锅就这么大了 每个人喝一口汤 这个说下来的话所有人都在快乐这个天吧刚才飞伤 发现没地儿他又回去了 我这个拉枪 不过空空本来就是出来是被 cdg钉死的 cdg另外北部还有一个枪线的 还在抽 隔着一个xlg抽了个xcg 在杆了 撒撒被击倒了 刚才天鹿一直在抽tmv的方向所以说我估计 又多拉了个人去顶fm的位置啊 你看 就是不知道fm的过这个 但是fm现在也不会过马路啊 左边的板块是比右边板块大的 要慌 这还好他这个烟是没有呆在烟里面对方直接无脑炸烟 是的龙虫拳卷已经倒了 马云龙 哎呦哎呦 不远了 很可惜啊 这xcg真的是 这几颗雷 去直接忙了忙了一臂大 把他引了 好漂亮 不是小左这这这 这把老板撞了呀 开过头了还 而且 上了车就下不来车了呀 另外一边 这4m跟cdg也是打了10年过去了 5m 要想把服务一说我估计两边的雷都耗的差不多了雷火应该都用的 就快见底了位置上 增加他自己的移动速度 然后天脸打倒一个 王涛涛是摸过去被倒的吗不是在后面不是 对他冲了冲了但林桥埋在这个厅面 哇这个关键你说这到底 打了两个半血量 手雷还好直接过去了 不然冲下来的 龙宗全血对方两个残血两个残血 两一丝 哎呦 被小北打倒了几死个人呐 这不要是没有人签诈还真的不好说 哎那还有个人 想路过来特别别哥想过来拿分 别哥可尾神单疆 那ctg不是也活不了了吗 这个阶段 ctg 是啊 他活了 真不容易 那开车应该要撞天鹿 车上打一个 我这 这辆天鹿有三个人他还被闪了 还有这种好事 直接冲进来这个也太有 这屁股都够穿了 你看到没有 穿膜了 看到了 108 闪了自己 闪了 闪了自己 哎呀 哎呀差一点点补伤 啊 这双方应该就有一波护闪 哦还好打赢了 骄阳还得看我骄阳战神 都能服 这波露露没补到匆匆 我估计就是 感动出来了 五位这里也没有掩体了 太难了 这个位置确实很难待 我感觉打得真的很 很好笑 有戏剧性很强 这吧 确实 兄弟们演技不错 是 伏笔很多演技不错 那你感觉这把吃鸡概率谁比较大呢 就天鹿跟石七差不多吧 呃 石七的位置稍微好一点 但石七现在拉出去打靶的话 如果天鹿能偷一个 就机会会什么 天鹿这会儿应该还要再修整一下 搜索一下包里面的资源 缓过来 石七的测试应该快要没了 每次 这个时间点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现在石七有点大意就是 因为他现在一直是他按着别人打 就 没有什么严谨 是的 主要还是最难吃的 好 往过去 这个时候必须快速过马路 天鹿还没看 别舔了 舔对面的 这天鹿在 还在看窄边 我刚刚说 关键点不会来到Monkey King的身上吗 Monkey King 位置已经没点出来 好家伙 三打四 打把我是专业的 石七有一个队员要动 看能不能把这个要动的人给抓掉 你三个人炸一个人动的话 应该是能够架住的 又是互换 一换一 石兽这里也不敢动 焦阳可以扶 但这个就扔了一点 噢呦 b 啊 火 活 ayyaa 这一波投资节目真是太要命了 是的 4球那里是 when 火火火� slow 火火召到了 哇 焦阳这个 天火降临 一波把司机给打崩了 焦阳 天雷扎天火 它刚才雷也是雷 他雷倒的 这个高打击确实是 就是 至少从服任的角度来讲 你服的要比对方好服多了 那现在梅花庄出来 诶 石医兽放倒一个 诶 一枪啊 对 就一枪 教员也没写了 石医兽也没写了 教员服不了了吧 因为人都下去了 队友权下去 他得挑下去 二打一 每次石医兽就一枪机会 所以太难为他了吧 7108是三季头 这个太平 一枪跑 恭喜天鹿 15个淘汰 成功吃鸡 吃了把大鸡 那天鹿 我感觉这周有奖金的呀 别之前